BiteBite Beyond首席财务官 52岁的古斯塔沃·阿纳尔 9月2号从纽约翠贝卡摩天大楼的第18层跳楼身亡 警方在中午12点30分接到了报警电话 之后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警方在声明中没有提供阿纳尔死亡的更多细节 阿纳尔也担任BiteBite Beyond家居产品执行销售副总裁一职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 8月16号 阿纳尔出售了所持的55000零一十三股公司股票 这家被认为是家居和未用品龙头的大型连锁店 曾尝试增加自由品牌商品的销售 但效果并不好 上周BiteBite Beyond宣布将关闭150家门店并裁员 彻底改革销售策略以扭转亏损的局面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宜综合报道